歡迎收看 Super Buyer 高價來搶標 你們的名有出現過嗎 沒有 它這就是限量 好像很厲害 再加一點 四萬三 四萬三加六萬六 已經賺十一萬了 十一萬 十一萬嗎 十一萬啦 十二萬 十二萬神 超刺激的競標大會 究竟誰能順利得標 每個人家中都有一些寶物 但是那些寶物 你怎麼認為是廢物 無論是寶物或是廢物 再來我們這邊 都有機會變現金喔 歡迎收看五花棒的金銀島 來 嗚呼 來 今天在那邊說什麼 其實為什麼特別這麼開心 沒有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一句 李李拉拉的感覺 也比較有點 換句話說的意思 好 那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好不好 寶物 廢物 無限間 對 有些時候你覺得是寶物 但是鑑定之後變廢物 但也沒有要性情不好 反正至少你知道了 都明明知好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沒有比較好嗎 沒有 因為有些時候 就是你至少知道 不要每次在那邊電說 你看到我家看了什麼東西 結果其實對不對 這難說 那也有機會 說不定你帶來的東西 你覺得還好 大家這邊得到一個好的價錢 是的 所以呢就非常仰賴 我們今天的SuperBiLens 歡迎他們 歡迎 頂級名表交易商 Sam 交易數量 已高達上萬件 估價專家 李哲政 只要用他的神之手 真假馬上之 林沐映 二手名牌專賣店店長 益善農 拍賣會藝術鑑定高級顧問 而今天 一樣有我們的超級智囊團首席 張宙智 提供賣家們最專業的資訊 所以希望要付一個好價錢呢 本身的你還有一定的這個 大家可以參與討論 歡迎我們的智囊團 喬治哥 歡迎 大家好 兩位主持人好 好的 這個今天第一位登島的遊客 是一個美女喔 那其實一般來講 其實很多美女在買東西的時候 常常屬於一種 衝動消費 因為好喜歡 好快 好有感覺喔 我就要買了 你為什麼要模仿美女 我剛剛模仿 我很不舒服 我剛剛模仿就你 然後 但是呢 有一些女生 她這個間地位有一個不一樣 但是她買東西 衝動型的嗎 算是比較智慧型的 到底是不是 因為她智成啦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來 歡迎潘慧如 歡迎 妳敢說自己是智慧型的 衝動型的交費者嗎 智慧型 我不是衝動 什麼 手機才有在講智慧型 請問妳是八核心嗎 所以買包 買東西也可以有 智慧型的買法 就是我不衝動 就是我不會是像妳剛剛講的 看到我好喜歡我就買 然後我會開始算說 那譬如說我買這個東西 那現在價值多少 以後可以多少 或是我會算一算說 可是我現在買回去 我大概會拿幾次或穿幾次 買包包會想到以後多少 這滿難得 有在想說這個我脫手 會不會她二手會不好 或什麼 然後或者是我可能會想說 我這一次只有這個預算 我不會買超過 那妳今天東西值得期待 對 因為妳這樣子講成這樣 妳看一下妳今天帶來的東西 來 今天潘慧如所帶來的 都是女人的夢幻藝品 名牌包包 而自稱自己是聰明消費者的她 所帶來的東西是否值錢呢 好 第一個首先是這個對不對 LV的水桶包 這個也太常見了 這個為什麼要特別拿出來講 這個是在年輕的時候 一直很想要擁有一個名牌包 然後那時候呢 因為水桶包非常的流行 在那時候大概七八年前 對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那我想要買一個水桶包 可是那時候好像一個要三萬多吧 所以是妳入手這個牌子的第一個包 不是 重點是 我覺得三萬多好貴喔 七八年前那時候可能就是 一碗洋春麵才十塊錢的時候 剛出道沒多久 沒那麼誇張吧 對啊 沒那麼誇張 就是因為我的朋友 就是很多的朋友集資啦 就是好朋友想說 我生日的時候 我一直在念說 我好想要一個水桶包 這也不是妳買的 不是 這是一個集資送你生的禮物 我買不下去 他們就覺得我一直買不下去 然後就送 你看到現在還這麼你看 水桶包 請問一下林先生 水桶包它有一個什麼樣的來源 有來嗎 它這個是當時它 1932年就有這個包包 1932年這個設計 當時是為了裝五瓶香檳 對 那二手呢 這個我現在拿出二手電話 二手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款式 是嗎 嘟嘟哥 是喔 可以 可以 對 這個算比較大眾款 你多少錢收嗎 一般唐青在一萬五一萬 蛤 你拿什麼 我不是秀的真實喔 不錯 人家送你對不對 你要怎樣 你今天想多失望啊 真的這樣算很不錯耶 你說你當初買 還有一半的價值 這一個 總該自己買了吧 也不是 也不是 怎麼那麼好啊 因為我生日跟情人節很近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想說 我生日的時候 要送自己一個禮物 所以我就跟 朋友 一起大雄女朋友 妳朋友幹嘛通口水 大雄女朋友想說 要幫自己挑一個禮物 結果我看哇 怎麼每一個包包都 那種十萬起跳 然後我就想說好不好 妳就想說 哇 來對了 然後帶朋友 這是什麼事情 這件不好的事 你不要把我心理話講出來 好好好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都十萬 我覺得好貴喔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挑到 結果那時候剛好情人節 有出了這個 是情人節先頂版 Oh my God 這上面 超級情人感 都不一樣 超話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說 蛤 那這個包要多少錢 然後一聽到它的價錢 我就說好吧那算了 結果後來隔兩天之後 我那個朋友就拿這個 送我當生日 妳這個朋友真好 故事告訴我們 不要隨便陪人家逛 真的 洞蛙太大了 避開生日前後 多少錢買的 大概十出頭 可是妳是不是有跟人家撞包 不是 應該不是說被撞包 就是因為大家對Chanel 都是經典款 什麼2.55啊 這一種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要給自己 也要買一個2.55 可是後來 有一次我去澳門 在午夜12點的時候 就在馬路上看到很多的 午夜女郎 每一個人 肩上都背一個 一個Chanel 因為我講的 因為其實很多的 譬如說有錢人的 如果說她要送給她的 小小的 譬如說 小情人 小情人的話 Chanel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然後我就會覺得 是喔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 但是每一個人 在身上都背一模一樣 所以你那天也背嗎 我那天想說 那這樣要買Chanel 讓她考慮了一下 對 所以剛剛說 Chanel 2.55 是一個經典款 請問喬治哥 是 2.55包跟這個包 究竟哪裡不一樣 2.55包是1955年 二月生產出來的 由Chanel小姐 親自設計的 很經典的包款 當年2.55包大小呢 其實差不多就是 手拿包再大一點 可是它厲害的地方 是它設計一條 金屬的鏈子 所以如果東西放得多的時候 你可以拎著 可以背著 兩種背吧 對 那2.55包 所以2.55這個數字的意思 到底是什麼 1955年的55 1955年的2月 2.55 2.55 對… 究竟潘慧如今天帶來 什麼樣的真品要來賣呢 我們起來看一下 歡迎 也是包嗎 又是包 是不是 今天潘慧如 所要拍賣的兩款名牌包 據說 可是連台灣名模隨堂 也愛用的款式喔 而能否獲得 Superbuyer們的青睞呢 今天潘慧如 所要拍賣的兩款名牌包 據說 可是連台灣名模隨堂 也愛用的款式喔 而能否獲得 Superbuyer們的青睞呢 好 接下來之後呢 你就變成 Chanel的愛好者 又多了這個對不對 這個超漂亮 我自己買的 難得 不是 很漂亮 難得這麼漂亮的包 我想做 不是 這個就是剛剛我講的 那個澳門的故事 就是我想說 很多的午夜女郎 也都有杯 所以我很想要選一個 不是大家都有的東西 所以就限量了嗎 他 他沒有跟我講限量 但我那時候進去挑的時候 我就說 其實我的預算不高 然後我不想要跟大家一樣這樣子 我說那有什麼樣的包款 結果那個Sales就拿了這一款 他就說 這一款你一定要買 第一呢 因為他沒有破10萬 第二 他不是無緣狼狽的 對 不是 不是 老寶貝的 不是 不是 好 開玩笑 他跟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人 就是經典包不一樣 然後他這上面所有的壓紋 他好多有壓紋 他都是有史以來所有Chanel 譬如說他出過的 不管是香水的品牌 你看有No.5 然後他所有 以前所有Logo品牌的話 全部都壓在上面 所以這個 林大哥請問一下 Chanel包的二手行情 像這樣子的Size好嗎 它這顆是限量 可能輸一季到兩季就沒有輸 哇 然後它的Size 這樣子好還是不好 這樣很好 它的Size是32公斤 非常特別 那它又是七亮皮配 銀鏈銀扣 這是最經典的 當初買的時候是 8萬多 8萬多 對 這個問一下嘟嘟 這在你們那邊有出現過嗎 沒有 你有興趣嗎 有啊 接下來這個包包很漂亮 這個就不是Chanel 這是Prada 對 三角形 然後它呢 其實是我去買別的包的時候 剛好在 因為百貨公司在打折 然後所以我是因為呢 最早之前是在報紙上 看到隨它 背了這個包 然後新聞有寫 那最主要是因為 如果有時候你真的工作去拍會 譬如說你要放劇本 它是很好放的 好 林大哥 這個包包在二手行情號 它的狀況來講 很好 所以它的二手行情不會差 但是Prada在二手裡面 有一定的 它的一個等級 所以說要看當 是好還是不好 一般來講 二手市場裡面就是LV Hermis 小奶奶是三大品牌 所以Prada並沒有記錄 你所謂的三大品牌 它大概算第二階段的一個品牌 所以我們請 我們班尤來幫我們鑑定一下好不好 來 有請 那我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你今天為什麼要來我們節目 賣這兩個包包 其實因為是 我很想要換一個新的包包 就是Chanel的包 你包一包 對 Pour e Chanel Pour e Chanel一個的定價 15以上 15以上 你覺得賣這兩個有機會換到 它可以再貼一點 你摸著你的良心 然後再帶朋友去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 可是這個 您當時說買8萬多塊錢 可是它有增值空間 因為它買不到啦 這樣子好了啦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私底下有問你 你要不要考慮這個也一起把它賣出去 這樣說不定會比較容易接近 那這個賣出去會不會有可能變Hermes 如果這樣穿好就Hermes 這個變Hermes 他說這三個加起來的錢 你們這邊就變了 三個加起來的錢 今天算是遇到對手了 兩位老師對這一個會有興趣嗎 衰童堡 沒問題啊 很有興趣 要嗎 你要嗎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決定 你不要也沒關係 這不平衡 好啊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三個一起 好不好 不是朋友合送的嗎 兩位老師這個也要一起看一下 因為今天是三個包包一起賣喔 這個 其實這個那麼久 你這樣保的也算很不錯 這個有保卡嗎 請問 有 我還有盒子耶 保卡盒子多少 非常好 我還有盒子喔 保單用盒子都有 我沒有保卡 我連我刷卡單都在裡面 你不在乎 就是趕快給我到處買大錢 這個其實就提醒我們 其實我覺得其實觀眾朋友一樣 就是你收這些東西 如果你真的打算之後把它賣出來 你這些東西就是留著 它就追這東西的二手價值 或一定是保障 你知道嗎 我每次都覺得說保卡 我幹嘛要留著 你看看 這個東西 這真的假的 你專家一摸就知道了吧 所以看來應該有一些 一些的供送 我覺得你三樣東西都有點價值 但是能不能快要 你說掉一個四五萬的包包呢 我們進行兩方密談時間 來 請 你說這兩個包 你買這樣 總共加起來 原價買的是多少錢 如果要加起來的話 八萬二加四萬八 Prada這四萬八 對 Prada這四萬八 是三萬 你覺得 LV 他剛剛已經找 三萬多 可是LV剛才 都都已經說大概一萬一萬五個了 所以你就先去除LV這件事情嘛 LV的價值就是一萬五個了 我覺得 那如果Prada那個應該是 一定至少打個六折或是五折吧 不止 我覺得Prada那個會掉的還是很重 第一次的漆皮那個嘛 Prada都是選料 但是而且還是限量 限量不會真實嗎 Prada不會真實 不會 限量 你這只出兩集 為什麼 我們一看就知道他的臉份 被在路上 就是一把 你拿舊東西 反而他限定了他出租的時間 對 Dodo你也這樣覺得你 其實依我們做生意的角度 就是希望說限量 我們一般跑的都是大眾 所以我們希望它是基本款 所以限量有時候是有的 他建議想要用這三個包包 換一個Prada不會選料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不知道 那你要往上多一點點 12 12 還是你的 你的那個 情人節款要在 Dodo Dodo NO 嚇死了 今天去賣了四個包包 誰敢來 好 那你就對著鏡頭說你的底架是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韓慧如 今天是否能夠順利賣出 來達到以包換包呢 我大概有聽到一些你們的討論 我覺得你們發瘋了 好像該怎麼誘拐 未成年少女一樣 可能沒有覺得要跳火坑還是什麼 對 好像逼他怎麼樣 你覺得我發瘋嗎 因為你剛剛說這三個 就是你想要換一個十萬的包包 才不會選那種 那我剛才問了他們兩個 一句話就說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他們說 有困難 所以看來 所以看來有爭執的空 有要爭論的空間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Superbite的捐出了多少錢 來 1 2 3 幾番 好 好 8萬9 8萬7 哇 這麼接近 這麼精準 他們很認真 對 很認真 因為你們英文我看不出來 好 我們先來看 LV 你們一致能力是1萬6 非常的 LV 1萬6 一模一樣 Prada是 有一點價差 但是差別最大 我覺得是 Chanel一個6萬 一個5萬 差1萬 但是 慧如本來想的是 這個會增 就是會翻倍 對啊 我剛剛剛剛 為什麼沒有可能 我們直接問老師好了 為什麼沒有可能 它有一部分它是漆皮的原材 Chanel一般它就是比較注重它的配件 再來就是材質 是 那材質裡面有分荔枝皮 就是牛皮 再來羊皮跟漆皮 嗯 那羊皮跟漆皮的價格是最不好 是 那牛皮裡面買起來是最便宜的 可是二手行情最好 好 看完兩位老師都並沒有要這個再加價錢 所以你要稍微考慮一下 好嗎 來 5秒鐘時間 潘如 請考慮 8萬9千元 賣 5 賣 賣 我照妳難考慮什麼 妳是不是覺得這一個 對啊 跟妳的這個心中設定 而且它是我真的花錢買的 真正花錢 然後去預期翻倍 對 由於潘慧如 對那款Chanel包包難以開價 因此這次特別更改規則 只賣另外兩個包包 到底這樣的決定 又會對戰局有什麼影響呢 3萬7 3萬7 然後林老師是多少 2萬9嘛對不對 2萬9跟3萬7嗎 對 老師不加價 林老師要不要加價 林老師 就3萬8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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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新競爭嗎 你還在新競爭嗎 沒有還在新競爭 還是良性 都已經在新競爭了 重點是我們兩個 只會是我們大家覺得不好 都會被人家競爭 真的耶 都都跟他擺是3萬7 可是剛剛 林老師其實還地緣還蠻多的 才2萬9 你現在一口氣說你要到3萬8 這兩個 有在競爭的感覺 都都 你應該要再加吧 再加2千 4萬了 我自己都超意外的 3萬9 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耶 3萬9 這兩個3萬9 你這樣其實 立心中預設的 那我們還要再問林老師嗎 你會看到我一笑 想這樣 還是要問啊 每個人還是要問啊 林老師 4萬 4萬啊 又往上加 怎麼這麼想不行啊 我們是不是都低估他們啊 怎麼會這樣 速度你有要 目前輸價4萬元 對 一樣再加2千 4萬1 他們最低可能是 一個爆發399塊 42500 什麼東西 42500 42500 42500 就在我們聊天 黑的我還可以再加 黑的你要再加一點嗎 可以再加5千 1萬5這個你會考慮嗎 先單講這個 6萬 你會考慮嗎 好複雜喔 6萬5再加42500 這樣都算 這樣就10幾萬了耶 對啊 畢竟他底價 11萬了耶 差不多快11萬了 大概10萬8千 可以買一個基本的 看我們看看價錢 10萬 10萬0700 10萬7500 10萬7500 是這三個包包 那你才差1萬 那要上去嗎 如果要加了這一個的話 黑色那個貼到66 然後這個一樣再加 這兩個再加1千 再加1千 4萬3 4萬3加6萬6 109千 哇 已經快11萬 10萬9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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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掙扎 我的媽呀 目前最高出價是10萬9千 是嘟嘟老師的 林老師你有意思嗎 可以再加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那就整數吧 最後了 11萬 11萬嗎 11萬了 潘慧如 我剛剛有沒有講 讓眾人緊張的競標大會 究竟協會勝利得標呢 目前最高出價是10萬9千 今天是嘟嘟老師的 林老師你有意思嗎 可以再加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那就整數吧 最後了 好 11萬 11萬 潘慧如 我剛剛有沒有講 原來一定好涼 救命啊 超酷的感覺 他們就會有一點競爭的感覺 天啊 也有一點蠻酷的 我們還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因為他們這樣再怎麼算 他們還是要有自己的歷論 對啊 11萬5 11萬5了 11萬5 網上喊到11萬5了 各位 林老師 11萬9千 林老師出了11萬9千元 11萬9千一次 11萬9千一次 我現在怎麼不敢講 因為後面他們想 再上去就變成12萬了各位 12萬 12萬 誰 12萬 林老師 12萬3千5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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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們是不是有個人的恩怨啊 I don't know 12萬3千5百 還是說老師其實剛剛已經有買家了 一次 會不會 12萬3千5百兩次 12萬5千 直接跳到5千 12萬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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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5千 12萬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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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12萬5千5百 來 林老師 都都 12萬5千5百 加不要 不然再加500 12萬 不然再加500好了 12萬6千元 因為說他剛剛倒貼500 12萬6千元 12萬6千 12萬6千 10萬6了 他現在是12萬 12萬6嗎 是不是 12萬6 問他們最清楚 12萬6 12萬6千5 12萬6千5 都都 12萬7千 7千 12萬7 12萬7 林老師 12萬7一次 再加500 12萬7千5百 12萬7千5百 一樣再加500 12萬8千 12萬8千 林老師 12萬8千5 12萬8千5 都都 12萬8千5要嗎 12萬9千 12萬9千 你們要耐家想要出來的數字 你們要想聽什麼 老師你們剛剛出嫁是再怎麼樣 男生不會衝動 我相信他們有 因為他們 你看我們在聊天過程 他們嘴巴一直在動 他才算他的利潤到底可以到哪裡 13萬 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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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萬 一次 多了吧 13萬 兩次 再加500 13萬 0500 天 這些老師們看到美女 眼都頭昏了我覺得 給他們想一下吧 13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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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13萬4一次 13萬4 兩次 再加1000 15 15 15 13萬5是嗎 對 13萬5 13萬5快要到15萬 兩萬二五 13萬5 林老師 14萬2 14萬2 多 14萬2一次 14萬2 一樣再加一次 14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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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馬上進入 因為還沒到你底價 所以你還是可以考慮不要緊張 14萬 所以目前最高價就是 14萬3 14萬3 多多被逼急也是衝龍 緊張 潘如如你還是有五秒鐘的考慮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易 因為一般老師真的不會這樣出現 但是你還是可以想一下好嗎 你這三個包包今天賣出去 你14萬 14萬3 現金就入袋 好 五秒鐘的時間 潘如如 請考慮 我的天啊 14萬3千元 賣不賣 都已經這樣了怎麼辦 好難喔 不行妳要趕快決定 好了賣了 恭喜成交 謝謝 她快掉下來了 她的來比價是15萬 其實非常的精進 15萬其實你們兩位都不贊成 都覺得太誇張了 我們都覺得太誇張了 我們都覺得太誇張了 推薦只有10萬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試攤 因為她包包真的保存得很好 對啊 然後她盒子什麼 保管都有 然後包包的形狀都很完整 對 這是可以學習的 妳的目標明確 我就希望我可以換一個什麼 妳換成功 太恭喜了 恭喜 好厲害 保證書盒子 完好補出 讓潘慧如 達成一筆好交易 聰明的消費者 真的是一點都沒說錯呢 緊張了 我覺得很緊張 主角今天真的有讓我嚇到 因為想說什麼 居然可以來成這樣 這樣一趴 對啊 有點感覺很好的起頭 那個嘟嘟要去提款 人已經不見了 對 沒辦法 因為我們真的是真的拍賣 對 馬上 立刻 馬上去提錢 先去賣錢 沒有啦 賣錢來啦好不好 OK